一架货机昨日埃曼在机场准备降落的时候 有另一架客机未离开跑道 两架飞机最后分别完成起飞和降落 机场运作没有受到影响 民航处说会调查事故 申永三报道 受疫情影响航空交通量不足 机场由4月开始就只是开放一条跑道 被飞机起飞和降落 民航主初步调查显示 星期五傍晚大约6点15分 一架由美国安克雷奇到港交联邦快递货机 准备降落机船南跑道 但跑道上有一架香港航空 前往曼谷的母载客飞机正在起飞 货机机组人员发现 前面起飞的飞机还未完全离开跑道 决定取消降落并且复飞爬升 那行客机在不受影响之下正常起飞 货机其后亦都安全降落 初步资料显示 货机复飞的时候和客机最少有超过1.7公里的距离 曾经做过机师的谭文豪说 不知道飞机高度 但是看距离评估不到当时的情况危不危险 他估计有多个原因导致事故 比如在地上那架客机 他可能有些原因导致他不能够即时起飞 第二个可能就是正在降落那架货机 可能比他正常的速度飞快了一点 当然第三就是这个控制塔的人员 可能那个间距做得不太好 导致这个情况出现 文行处说十分关注事故会全力调查起因 有线电视机者 曾永三不斗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